接下来我们学习有关采购战略 这个战略的相关内容 在过去的考试当中 还有一定的考试频率 所以我给的是两星 不过呢大家要注意 它的分值并不高 充其量呢也就是一道选择题 比如说单选或者是多选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标注的后边 请在你的讲义旁边写上一行字 主要是应对一道个别的选择题 尤其是带有一定案例分析成分的选择题 就足够了 所以我们整个夫系来讲的话 采购战略呢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那接着我们看它具体理论 从整个教材编写来讲 谈到采购策略的时候 是谈到了三个内容 第一呢给我们讲采购的三种货源策略 第二呢讲的是采购组合 第三讲的是采购经理的相关职责 从过去考试来看 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题目 考的全都是三种货源策略 所以呢我们请大家今年仍然 先争取把三种货源策略相关的点呢 我们尽量的把它适当掌握清楚 后两个内容呢就属于非常琐碎 很小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它还从来没有考过 那么大家呢 适当的把它兼顾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简单的架构 那下边呢我把它大致展开 我们先看第一个内容 教材给我们讲三种货源策略 首先呢请大家记住三种货源策略 它各自的名称 而且呢一定要理解它们各自的内涵 为什么强调要理解内涵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出案例分析选择题的时候 一般呢都会先用个别的文字 告诉一家公司它怎么怎么怎么去做 然后要求你判断出它是哪种货源策略 这种类型判断完之后呢 紧接着再去考什么 再去考我们教材所讲三种策略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的原文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先去理解啊 哪三种呢 第一叫单一货源策略 第二呢叫多货源策略 第三由供应商负责交付一个完整的子部件 那下边呢我们注意把它展开 一个方面讲它的内涵 一个方面呢讲教材所列举它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这里边呢先看第一种类型叫单一货源策略 什么叫单一 意思就是说企业在采购某种原材料的时候 听清楚不是说采购所有原材料 而是说采购某种原材料的时候 这种原材料我们企业呢就决定从一家购义上采购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单一货源策略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下边我们看一看呢 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请听清楚 优点缺点我在这呢 课堂上给你简单的介绍它各自的内涵 但是课下复习强化的时候 就不用再去过分的理解 我们请大家主要是立足于把原文 我们争取把它复习的扎实 把它混个脸熟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看它的优点 优点呢有如下四条 第一条强调采购方能够与供应商 建立较为稳固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是采购方 然后呢我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需要某种原材料 现在我决定就从这一家供应商来进行采购 那是不是说明啊 我们双方就容易建立什么 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而这种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它会相对比较稳固 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那么第二优点是谁呢 便于信息的保密 那你要稍微知道 这一条是相对于谁 相对于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二种策略 多货源策略 多货源策略呢 强调是从多家供应商采购 那是不是说 我们经采购的时候 我们有关采购的信息 一定是多家供应商都可以知道 而现在呢 我们选择单一货源策略 只从一家采购 那就说明相关的采购信息 只有这一家供应商它知道 所以说呢 它便于信息的保密 那其中第三就是 能够产生规模经济 这个也好理解吧 这个是跟谁去比 也是跟多货源策略去比 如果是采用多货源策略 那就说明 我们整体的采购量是分散了 这家采购一点 另外一家采购一点 从每一家采购的量 相对都会比较小了 现在呢 我们是单一货源 就意味着 我所有的采购量 都是从这一家供应商 集中采购 那我们采购量就会比较大一些 采购量大 我们就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而这个地方所讲的规模经济效应 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就是我们采购的成本 就会明显的下降 包括呢 跟供应商谈判的时候 我们采购价格 可能会降低一些 会优惠一些 然后呢 我们进行物流运输的时候 由于是集中采购 那我们一次运输的量 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 这样的话呢 我们相关物流运输的费用 也会有所降低 所以说呢 它的规模经济 是从这些方面 把它体现出来的 这是第三个优点 第四是谁呢 随着与供应商的关系的加深 采购方呢 更可能获得高质量的货源 关键词就是 获得高质量的货源 这条跟第一个优点 可以一脉相承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双方可以建立长期的 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所以呢 作为供应商来讲 他肯定也比较看重 我们双方这种合作关系 因此他在把相关的原材料 零配件提供给我们采购方的时候 他一定是比较注重相关的质量 那你想 我们作为采购方 我们采购的原材料质量有保障了 那我们生产产品的质量 是不是也就得到有效的保障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教材所讲 单一火焰策略 它的四个主要的优点 当然这种策略呢 在表现出这么多优点的同时 也会存在相关的缺点 这个缺点呢 总共是三条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三条 它的思路呢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角度会有一些差别 我们在这呢 先总体说一说 大家体会一下 这个角度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有点是这样来说 如果没有其他供应商 则该供应商的溢价能力就会增强 大家呢 一看到这个词 什么呢 溢价 你脑海当中 就必须马上浮现出 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 什么是内容 那不就是武力模型吗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把武力模型的相关结论拿过来 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了 如果按照这句话的表述 是不是说明 我作为采购方 我在采购的时候 我只能从这一家供应商采购 没有其他供应商 可以跟我们合作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明什么 说明呢 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 这个唯一的供应商 它的溢价能力就会比较比较强 这能处理清楚吧 那我们为什么强调 它的溢价能力会比较强呢 因为你找不到其他替代的供应商 能处理清楚了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意味着 有可能这个供应商 就凭债这种所谓的独一份 它就有可能会提高 它的供应价格 它的供应价格提高了 那我们企业相关的成本 自然就会上升 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是谁呢 采购方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相关影响 你看看 怎么理解它 很简单吧 我们是采购方 我们从这一家供应商采购 那万一这家供应商 它本身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它突然 它的生产出问题了 厂房着火了 原材料生产不出来 那我们企业呢 如果没有足够的库存 那是不是我们生产就会受影响 甚至有可能会中断 那也有可能谁呢 我们原来就从这一家供应商采购 但是这一家呢 突然翻脸了 突然决定的不向我们进行供货了 那我们生产是不是也受到西洋国的影响 这一条呢 在现实当中 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发生一个事情 在座各位呢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是什么呢 我们国内呢 有一家上市公司 叫三安光电 这家公司 它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商 本来双方合作的好好的 结果呢 前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就宣布了 是什么呢 把三安光电列入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单 有点类似于制裁 但是呢 不是真正一场的制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供应商就不再向三安光电来供货了 结果三安光电生产是极大的影响 那么这是强调呢 整个它的第二个缺点 那接着看第三个缺点 这样来说 供应商容易受到订单量变动的影响 读完之后呢 大家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 这三条缺点当中 前两条缺点和第三条缺点 它研究出发的立脚点是不一样的 能咱们出来吧 很清楚 前两个缺点呢 都是站在采购方的角度 来谈 如果选择单一货源策略 对采购方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等到了我们第三个缺点 角度变了 站在呢 供应商的角度 来谈一谈单一货源策略 对供应商可能会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大家呢 去理解一下 这指什么意思 这条优点呢 其实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指的是 我是采购方 然后呢 我找到一家供应商 我就从这一家供应商 采购相关的一些物品 但是要注意 如果站在这家供应商的角度 记住 这家供应商 也是指向我来供应 它没有其他的客户 听清楚了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意味着 我作为他的主要客户 作为重要客户 万一 我决定不再从他那采购了 或者说呢 大幅度的降低 我的采购量 那是不是说明 这家供应商 他的供应 他的生产 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对于他来讲 我是他的大客户 突然我不想订货了 那么他多出来的这些产量 这些产能 他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很难找到其他的客户来替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供应商也容易受到客户订单量变动的影响 那么大家呢 要把这个思路呢 要把它梳理清楚啊 那么这是我们梳理的第一种货源策略 单一 它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看第二种策略 那就是多货源策略 大家呢 应该已经明白它的含义了 所谓的多货源策略 就是指 我们企业 在决定采购的时候 针对某种特定的原材料 那我们决定了分散采购 我们从多家供应商采购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多货源策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梳理它的优点和缺点 也是刚才的建议 课堂上跟着我的思路 把优点缺点内涵 我们简单听一听 有个大概的感觉 课下主要立足以 把这种教材的原文 我们能够多读 多熟练 一看到这个相关的文字 就知道呢 它属于多货源的相关优点和缺点 如果呢整个选项当中 这一句话 它的个别词会改变了 你能够迅速判断 这个词改变之后 它是对 它是错 就能够达到我们应试的要求了 那下边看它的优点 优点呢 有这么三条 第一条呢 能够取得更多的知识和专门技术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是一个采购方 现在呢 我从多家供应商采购 那你想 我们在和这些不同的供应商打交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是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之外 还有没有可能 我作为采购方 我向这些不同的供应商进行学习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有关的原材料啊 零配件啊 它整个的生产工艺啊 它的设计思路啊 这不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吗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 如果我和多家供应商进行打交道 那么我就可以学习到更多的 相关的知识啊 相关的技术 那这比起单一货源策略 是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企业呢 就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优点呢 一个供应商它的供货中断 产生的影响呢 会比较低一些 那你想 这是不是也跟前面讲的单一货源 把它对比起来的 对不对 因为前面有说过嘛 单一货源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万一供应商它的供应中断了 那我们追采购方 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或者影响 但是如果选择多货源了 按照刚才的解释 我们分散采购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一家或少数几家供应商 怕供应中断 我们生产呢 还不至于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供应商 可能会支撑我们能够维持再生产 这是前面的第二优点 然后第三优点呢 强调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也有利于对供应商压价 这个相信大家也能够直观的感觉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从多家供应商采购 那这些不同的供应商呢 都想从我这儿拿到更多的订单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就会存在一个博弈关系 他要想从我这儿拿到更多的订单 那我们谈判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给出更加优惠的价格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企业就可以利用这种博弈关系 来获得更优惠的采购价格 从而降低相关的成本 这是我们所讲到 它的第三个优点 这是三条 那接着呢 同样道理 这种策略肯定也会它的缺点啊 这个缺点呢 也是三条 文字比较少 第一个缺点呢 强调难以设计出 有效的质量保证计划 大家呢 琢磨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如果呢 我从多家供应商进行采购 那我们企业就很难制定出 一个统一的质量要求标准 来面对每一个供应商 为什么很难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就是因为 这些不同供应商 他们各自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他们各自的生产规模大小不一样 他们的技术水平程度不一样 他们的管理水平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很难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相关原材料的质量要求 去要求每一个供应商 那有可能造成什么结果 有可能造成结果就是 这些不同供应商 他们向我们提供的同样种类的原材料 质量上就可能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 那么如果从不同供应商采购的同一种原材料 质量出现参差不齐 是不是就对我们自己的生产 就造成相关的影响了 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缺点是谁呢 供应商的承诺会比较低 你怎么理解这个承诺 这个承诺呢 也是非常好懂 意思是说 我们作为采购方 我们是从多家供应商采购的 那作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供应商 他也会想了 那你从别的家采购了 那对于我来讲 我也没有必要说 把我就非和你这个采购方摔在一块去 我也可以向什么 向其他采购方进行供货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双方就很难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个关系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稳固 那如果是这种背景说明什么 说明相关的这个供应商 他向你供应原材料的质量啊 这里边就可能没有保证了 他向你供应的时间呢 这种可靠性可能也没有保证了 那最终就有可能对你的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是他的第二缺点 然后第三是谁呢 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跟前面的单一货源一联系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前面说过多货源是分散采购 同样一个订单 我们分散到什么 分到不同的供应商上去了 所以说呢 不同的供应商它所获得的量 就相对会降低 降低了 我们就很难获得规模经济 那就意味着我们采购成本就有可能会上升 那么这是我们书里的有关多货源策略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三种策略 第三种策略呢 我们称之为叫 由供应商负责交付一个完整的子部件 这个呢 可能是很多学员呢 一开始很难理解的一种策略 那我在这呢 通过教材所讲的例子 我们把它稍微熟悉 把它理解到位 然后再去分析 它的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那这里边 我们先明学一个概念 你看到呢 它强调是完整的子部件 这个怎么理解 我问一下再度各位啊 就是在你的平时工作啊 生活当中 你听说过这个说法没有 叫什么呢 叫零部件 听说过吧 那这个词呢 其实是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意思 哪两个呢 第一叫零件 第二叫部件 它们是什么逻辑关系呢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要生产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来组成的 那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 先干什么 先按照整个产品的工艺结构设计 我们生产出零件 听懂了啊 零件生产完之后呢 再按照不同零件之间 它们起作用的这种逻辑关系 我们把它组装成所谓的部件 接下来呢 再把不同的部件 我们放在一起 来进行组装 最后变成我们所谓的产成品 它是这样的基本思路 所以呢 你看到 这个货源策略强的是什么 供应商给我们采购商 它提供的是什么 是部件 而不是零件 这个大家要把它梳理清楚 那就意味着 供应商应该是先 自己生产相关的零件 零件生产完之后呢 按照我们产品 有关结构的设计 组装成一个部件 再把这个部件 完整的供应给我们采购商 所以跟前面两种策略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单一啊 多货源策略啊 都强调 它向我们采购方 提供的都是最基本的零件 听清楚 或者是原材料 等到了我们第三个 应该是供应商 自己本身做了一定的加工 加工成零件之后 变成部件了 再提供给我们采购方 那么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这个大家先把它听懂 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儿 结合教材的例子 让大家呢 再进一步把它理解一下 教材举了什么例子呢 教材举的是电脑 主要指的是台式机这个电脑 大家应该有知道 我们平时买台式机的时候 完整的一套台式机 应该包含几大块 首先呢 有显示器 然后有主机 然后有键盘 可能有鼠标 这是要完整的台式机 对不对 那么教材就列举了 其中谁呢 就是键盘 把它搞清楚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举例子 比如呢 我们是联想 作为联想来讲 它要生产这一套台式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中的键盘 联想会不会自己生产 一般情况下呢 它可能不自己生产 怎么办呢 就把整个的键盘 外包给它的一个键盘供应商 能听懂了吧 那么这个键盘供应商呢 按照这个台式机 整体的设计要求 生产出键盘之后 就把键盘直接供应给联想 联想呢 在卖这个台式机的时候 就把键盘配到里边 就可以进行销售了 那这个策略就称为什么 这个策略呢 就称之为叫 由供应商负责交付 一个完整的子部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键盘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完整的子部件 这个思路能处理清楚了啊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这个策略 它的基本概念 就把它解释完了 解释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 需要大家呢 再去明确一个细节点 跟我们一会儿学习 优点缺点是联系起来的 大家看到 我在这儿呢 画一个简单的 一个所谓的链条 假设 这就是联想 它卖这一套台式机 现在呢 它的上游 有一个键盘的供应商 但是注意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个键盘供应商 诶 视为叫第一阶供应商 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个键盘供应商 它自己为了生产出 键盘这个子部件 它是不是也需要 向它的上游供应商 来采购有关的原材料 零件 然后呢 才可能生产出这个键盘 所以我们如果 再往上游去导的话 就会出现 所谓的第二阶供应商 那么这个供应商 是向这个键盘生产企业 提供生产键盘的 有关原材料 能处理清楚了 当然 如果更复杂一点的话 是不是 这个供应商 它的上游 还有供应商 那我们就依此类推 把它订定为叫 第三阶的供应商 第四阶的供应商 那我们在这呢 不讲那么复杂 假设呢 就存在第一阶供应商 第二阶供应商 大家把这个思路呢 先把它处理清楚 那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到这呢 就把由供应商负责 交付一个完成子部件 它的基本内涵 把它解释完了 希望大家再去把它加强理解 那我们下面再看一看呢 教材所讲 这种策略 它各自的优点 和它的缺点 那我们先看 它的优点 优点呢 是三条 第一条强调 如果选择这种货源策略 那就会允许呢 采购商 采用外部专家 和外部技术 大家呢 先理解 这里边所讲的外部 指的是谁 这个地方所讲的外部呢 按照我刚才所画这个图 指的就是第一阶供应商 能处理清楚 那什么叫呢 它能够采用外部专家 和外部技术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联想作为一个采购方 按道理说呢 这个键盘应该是我自己研发 然后呢 我自己生产 我自己把它配到台式去销售 现在呢 我自己不生产了 我就把键盘的整个生产 委托给了第一阶供应商 它向我提供这样一个完整的子部件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内涵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在现实当中 我们很多企业 连这个子部件的研发 我都不做了 怎么办呢 我把整个的研发生产 我全部委托这个第一阶供应商 你有你的研发力量 然后呢 我把我的要求告诉你 这个供应商就组织它的研发力量 按照我的要求 去进行相关的研发 研发完之后呢 生产 生产完 再把这个子部件 供应给我们这个整个的采购方 就可以了 那你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 这个采购方 它就不再需要设置相关键盘的 研发力量了 它就直接利用的是 上游这个第一阶供应商有关的研发力量 所以这里边强调呢 允许采用外部专家和外部技术 这个大家把它理解到 那接着 第二优点强调 可以为内部员工安排其他任务 那这一条跟上一条就直接就联系起来了 按照刚才的解采 这个采购方呢 自己就不用再去做键盘的相关研发了 那我们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就不用再安排了 那不用安排他做研发 我怎么办 就把这些相关的人员安排到其他岗位 其他部门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第二优点 然后第三优点就是采购方能够就规模经济进行谈判 那也就是说我们采购键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从这个第一阶供应商采购 就从这一家采购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所强调 我们谈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可能因为采购量比较大 获得一个比较优惠的供应价格 那么这是我们所谈的它的优点 缺点呢 是这么几条 强调第一 第一阶供应商处于显要地位 你看到 这就是刚才我们树里的概念 第一阶供应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 第一阶供应商处在显要地位 它反而是个缺点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这里边呢 就结合刚才我们画这个图 因为作为采购方来讲 它是从第一阶供应商采购这个键盘 那我们知道 作为采购方来讲的话 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键盘的质量 一定要达到相关的标准要求 但是呢 我们要想保证键盘的质量 达到相关的标准要求 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入手 我们可以考虑它原材料 就是生产键盘的原材料 那这个原材料质量必须要过关 我们才能够保证这个键盘本身质量是过关的 对不对 就像大家熟悉的 我们键盘主要可能都是一些工程塑料 那如果呢 这个塑料都是一些比较劣质的塑料 一闻的塑料味特别浓 那你想这个键盘质量能好吗 肯定好不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采购方 它可以干什么 应该直接向更上游延伸 我来控制键盘这个子部件 它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 把这个质量把它管控起来 管控完之后呢 我们把合格原材料提供给这个供应商 低阶供应商 它在生产出这个键盘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逻辑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实当中我们其实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键盘供应商 它只和你这个采购方合作 它的上游供应商 它一般呢不愿于你这个采购方 去直接进行干涉 这就是强调的 第一阶供应商处在显要地位 这个显要地位的含义就是 你这个采购方 你只和我第一阶供应商打交道 我的上游供应商 你千万不要接触 你也接触不到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生产键盘的这个上游的 原材料的质量 我们作为采购方 我们就很难直接插手 直接进行控制 那就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子部件的质量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它背后的内涵 把它稍微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第二确点强调 竞争者能够使用相同的供应商 因此企业在货源上 不可能取得竞争优势 就结合刚才举的例子 联想 我用键盘 我从这家供应商采购 那么这家供应商 你想想 除了向联想提供这个键盘之外 它有没有可能同时向联想的 其他竞争对手 来提供类似的键盘 比如说像惠普啊 像其他品牌 那么在这种拳之下 联想在和其他对手竞争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强调 我的键盘特别的好 来获得竞争优势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竞争对手的键盘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就很难凭借这个子部件 来获得竞争优势 那么这就是教材所讲 第三种策略 它的优点和缺点 请大家再自行的把它强化一下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采购战略的第一个内容 把它树立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内容 教材跟我们介绍有关采购组合 大家先听清楚它的考试情况 我们前面说过 采购组合到目前为止 一分没有考过 没有出过题 本身呢 算是个很零散的一个知识点 那今年呢 我把它拿过来了 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请大家呢 尽量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大家在你的讲义旁边做个标注 这个内容如果考到的话 应该也就是一道个别的选择题 那下边呢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采购组合 所谓的采购组合 意思就是说 当企业在决定采购的时候 那我们要考虑的四个方面的因素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采购组合 下边请大家稍微记一下 我们四个因素的名称 分别是谁呢 第一要考虑采购的质量 第二要考虑采购的数量 第三要考虑采购的价格 第四要考虑采购的交货 我们记完这四个词之后 下边呢 再简单理解这四个因素 它背后的内涵 前三个很好理解 第四个呢 大家平时接触的比较少 所以请大家结合原文 我们再去把它稍微的多理解一下 第一个因素叫采购的质量 也就是说 当我们决定采购某种原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决策 这种原材料的质量水平 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质量 那为什么要考虑所采购原材料质量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种原材料的质量 它是否符合相关的标准 它直接决定了产品的质量 这个道理很容易梳理清楚吧 不过大家呢 一定要理解 我们强调采购原材料质量 要达到标准 不是说这个质量越高越好 不是这样的 你在生产产品的过程当中 你用的原材料质量如果太高了 超过了你实际的需要 那么在这种程度之下 你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浪费 有可能会造成你成本额外支出 所以我们强调这个质量要合适 跟谁合适呢 跟你产品本身的质量水平要合适 这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第二因素呢 要考虑采购的数量 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好理解 我们每次采购到底采购多少 这就是所谓数量的概念 那决定采购数量的时候 要综合考虑什么 要综合考虑与数量有关的不同的成本 我们教材呢 这里边告诉我们综合考虑两大因素 第一是谁呢 保有库存的成本和库存不足 导致的生产延误 为什么考虑这两个因素 因为这两个因素 它和采购数量变化的方向 是反方向变化的 强调呢 如果我们每次采购数量越多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库存就会越多 库存越多 那就意味着我们保有库存成本就会上升 但是同时呢 我们存货不足导致生产延误 这里边可能的损失就会下降 所以它是一个反方向的变化关系 这两个成本 那我们就必须综合考虑两个成本的这种关系 找到一个合适的采购数量的这样一个点 那么如果在座各位呢 如果你学过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 那么你就可以把财管那门课 讲存货那个地方的内容 拿过来帮你理解 我们这门课讲的思路跟它不太完全一样 但是呢主要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呢就不太过分展开 然后接着看第三个因素 考虑什么 考虑采购的价格 这个大家也非常好理解吧 我买这批原材料到底多少钱 那这个我可以调深重考虑啊 那这里边要注意 是不是采购的价格越低越好 不是 虽然说我们把采购价格控制下来 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呢 与价格下降相伴而生的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原材料质量可能会随之下降 对不对 中国育老化叫什么 叫便宜没好货嘛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也要适度 那接着第四个就是交货 这里边大家要稍微看看教材原文的解释 什么叫交货 强调交货的时间 及交货的可靠性 这叫交货 首先呢强调是交货时间 什么交货时间呢 你和供应商签完订单之后 他在多长时间 把你所采购的原材料送过来 这叫交货时间 面对不同供应商的时候 这个交货时间长短 肯定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那在交货时间考虑的同时 还要考虑它的可靠性 什么可靠性呢 他承诺三天之内送货 但是呢 等了十天还没送到 这就说明它可靠性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考虑它的可靠性 那么这就是呢 教材所讲关于采购组合 大家呢在适当熟悉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第三个内容呢 教材讲的是采购经理的职责 这个呢也是从来没有考过 也属于请大家在经历时间允许的基础之上 我们稍微覆盖 稍微了解一下 万一考到了 我个人觉得顶多也就是一道选择题 而且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防止它考多项选择题 所以大家只需要把这几个标题 我们稍微熟悉下 而每个标题的内涵 我们就不用再去展开了 所以在这呢 我也不再讲啊 我们就简单了解 它的整个标题 职责的表述 包括什么呢 成本控制 管理投入 生产投入 供应商管理 获取有关以下的相关事项 还包括呢 维持库存的合理水平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这个把它快速的结束掉 那这个结束 我们所复习的有关采购战略的内容 就全部结束了 那接下来 我们在这呢 列举一道相关的例题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在采购战略这个地方 尤其是第一个知识点 三种货源策略 它最典型的案例分析选择题的考法 大家一定要把这考法思路要梳理清楚啊 那我在这呢 列举的是2017年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屏幕下来说 假公司是一家电动摩托车 制造商 长期呢 从一家电机公司购买发动机 你看 这就是很短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讲的案例线索 然后呢 就问下列各项中 属于假公司 货源策略优点的是哪些 这是我们典型的选择题设计思路 什么思路呢 我们从这可以把它分开 前边这些文字 就是所谓的案例材料 后边这句话 就是他所提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会明确的表达出 他想考的知识点 我们可以看出来是谁呢 货源策略的优点 考点非常清楚吧 但问题是 在这个问题当中 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们 是哪种货源策略 说明是什么 说明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大家是干什么 根据前边这个案例线索 先去判断 它是哪种货源策略 把这个判断完之后呢 再去结合ABCD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几乎就是教材 原文的复述 然后去找一找 哪些属于你所判断出 这种货源策略的优点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典型的 案例分析题的选择题的考法 其实呢 这种考法在我们其他章节 包括这章的其他内容当中 我们经常会出现 所以大家呢 对于这种考法 这种思路 必须要非常熟悉 那下面请来看看 从整个案例材料来讲 我们得出什么结论 关键词很简单吧 长期从一家电机公司 购买发动机 按照我刚才的解释 单一货源怎么解释呢 当我们采购 某种原材料的时候 我们决定就从一家 供应商进行采购 那你看看 从整个题目分析来讲的话 它是生产电动摩托车的 而这个产品 是不是有很多的零配件 现在呢 题目告诉我是 是其中一个什么呢 发动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就决定从这一家供应商 来采购相关的发动机 所以说我们结论就是 单一货源 这个大家呢 要把它梳理清楚 那接着我们再去分析 四个选项 哪些属于它的优点 A这样来说 便于信息的保密 这是不是 这是 B能产生规模经济 这个也是 接下来呢 再来看C C这样来说 随着与供应商关系的加强 更可能获得价格上的优惠 这个对不对 记住 这是错的 这个选项呢 就容易让很多人引起迷惑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 单一货源策略优点的时候 C选项这个思路 我们有没有表达过 是有过表达的 但是呢 我们这种选择题考试的过程当中 记住 一般不会考什么 一般不会考背后需要你理解的东西 主要考的都是教材 原文的基本表述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记住 当我们做这种选择题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理解的东西 或我在课堂上讲课 为了帮助你理解某些内容的时候 我给你讲的东西 去对照我们选项 这种选择题 主要考的是原文的表述 而我们讲单一货源策的优点的时候 是没有这一条原文的表述的相关线索的 所以呢 这个是错误的 再看D强调呢 能够与供应商建立较为稳固的关系 这是我们基本的表达 所以这道题答案应该就是A B D 这个思路呢 大家要把它数理清楚 那我们把这道题呢 就分析完了 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再提一个 个别学员可能会引起混淆的地方 什么混淆的地方呢 就是 这个线索呢 强调长期从一家电机公司购买发动机 有个别学员呢 就会看到这个词 发动机 发动机呢 它不应该算是一个所谓的零件 对吧 它应该是一个部件 因为发动机本身里边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零件 然后按照它的工作原理 把它组装到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发动机 然后再把它装到我们电动摩托上去 这个理解应该是正常的 所以呢 有个别的学员 一看到这个购买发动机 马上想到的 哎 这是个子部件 所以它容易判断什么 它容易判断这道题的整个货源策略 是由供应商负责交出一个完整子部件 那如果你这样来判断的话 你肯定说判断错了 判断错的原因是谁呢 第一 我们整个案例分析的线索的关键词 记住 不是这个关键词 而是哪一个 这个 从一家供应商采购 所以判断是单一货源策略 第二 即使呢 你看到这些文字 你判断是由供应商交付一个完整子部件 那么当你针对四个选项做分析的时候 你应该得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 因为这四个选项的表述 跟第三种货源策略 几乎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那就说明 你之前的案例分析判断一定是错的 所以这个地方考场上呢 大家要灵活 就是呢 万一我们整个案例材料当中 关键词我们找错了 那我们去针对选项做分析的时候 发现如果选项对不上 你要马上反应过来 有可能我们案例分析的点错了 然后再去重新找相关的点 再去做相关的选项的判断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考场 要思维要灵活一点 那这个答案呢 包括整个的答案解析 我在这呢就不太多讲了 大家自己来把它参考一下 就就可以 那我们到这就把 有关采购战略那种 把它全部结束